今天要分享的是數碼寶貝卡片 版帶的卡片 總計是有10包 本人剛剛已經先拆了幾款 分別是數碼寶貝大會戰 數碼寶貝拯救隊的幾款 本人已經先拆了6包 剩下的就剩這15包 另外在現場這次本人有看到這個 所謂的數碼寶貝拯救隊 這是本人在立英現場 立英特賣會現場購買到的一個 個人覺得還蠻划算的商品 售價只要這裡39元 還蠻划算的 然後 這也可以看到 原本的售價是350元 然後是叫數碼寶貝 數碼卡片收集冊 雖然是舊的商品 可是如果你有在收集卡片的朋友 像這樣子一本我個人覺得還蠻值得 就去收集的 像這樣子放進去後 卡片也不怕傷到之類的 而且它總計可以放幾張 我看一下 1張1個2個3個4個5個6個7個8個9個10個11 121313 13的話 52張 一本可以放52張卡片 就如果有興趣 然後有在收集卡片的朋友 如果有去立英特賣會現場 可以考慮購買這個 只要39元 而且外面這個 我個人覺得質感還不錯 然後前面這是 本人這次剛剛這幾包裡面開到的 像這個有黑化的那個 天使獸的前身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叫什麼 然後 猛馬獸 然後 妖狐獸吧 如果我沒記錯 獅子獸 然後跟這個是 那個 博獸 然後這個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好像是所謂的 12天使 前幾天有看到 然後跟這裡有 黑化的 加魯魯獸 然後火焰獸 然後 這個好像技能卡片 可是因為我真的沒在玩這個 我也不是很懂 然後另外後面就是 8張 個人覺得這是開到 我覺得還不錯的 像這個是 戰鬥暴龍獸 這個還不錯 然後 這個我忘記叫什麼 然後這個我是 就是單純覺得它很像 薩諾斯 就看那個拳套 突然間覺得有點像 然後這個好像是叫妖女獸吧 如果我沒記錯 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然後再來是 個人這次抽到 目前 這幾包裡面抽到 覺得最值得的 神聖天使獸 雖然這一張 個人覺得非常的值得 然後 黑化的雅谷獸 跟這一個是 花仙子獸 跟這個 我已經忘記叫什麼了 然後剩下就這 剩下的 五包 就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開到一些好東西 其實有興趣朋友 收集這種卡片的朋友 因為我上次去 我覺得這品質其實還不錯 有興趣朋友 真的可以去現場 再繼續購買 我抽到這一張 紅蓮 我抽到紅蓮騎士獸了 我這次運氣還不錯 抽到紅蓮騎士獸 這張不錯 這張不錯 紅蓮騎士獸 然後蠟燭獸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紅蓮騎士獸的那個 盾牌什麼技能吧 這我不知道 然後這個是 為什麼他們都有黑化的版本 這種版本我不是很懂 然後卡片後面是這樣子 我抽到紅蓮獸 這版本真的不錯 然後繼續開的話 繼續開 看能不能繼續抽到 好的角色 然後這個 生命之地 我真的不知道生命之地 到底是什麼 欸我這次就 欸有這個 欸我這次就沒有閃卡了 為什麼 所以他不是每一次都有閃卡 這個一樣是透齊的 某個主角的寵物 然後這個也是黑化的那個貓 然後這個 行行手嗎 我不知道叫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卡片後面 因為其實我真的已經 不是很懂啦 有點 可惜啊 因為後面真的 搞得我好亂 然後繼續開 看能不能再開到什麼 欸 又沒有閃卡 欸也重複一張欸 火焰 這也是火焰獸 然後又是牙骨獸黑色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誰啊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這好像也是某種技能卡 欸剩兩包咧 啊 結果只抽到一個 紅蓮獸 讓我覺得開 還有神聖天使獸 讓我覺得好一點 欸 這是閃卡 可是我不知道這是誰 這是誰啊 這是誰 欸又是這一張 所以這張是很普通嗎 我怎麼好像一直抽到 這一個 好像叫妖女獸的東西 所以如果 以單純的抽到的 閃卡來講的話 個人比較推薦 這一個 這個包裝的 這個包裝是叫做 欸原本是49塊 然後半價出售 這是數碼寶貝 拯救隊的卡片啊 欸 然後這一張又是閃卡 欸這張閃卡還不錯 然後又是獅子獸 然後 喔 獸人家如魯 欸這張還不錯 有興趣的朋友去現場 其實如果在收集卡 像我這樣子喜歡 就是開幾包來看看 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售價其實不貴 個人其實更推薦的是 現場所販售的這一個 卡片收集車啊 以現場的價位 個人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像這張所謂的紅蓮獸 個人覺得可以好好的放著啊 紅蓮騎士獸 好